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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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 各位乡亲 Ladies gentlemen 大家看看这是现在 美国 大花火 今天是1月 1月8号 1月8号 星期一 这个 晚上现在是6点钟 这个情景 演出呢是黑山 这个呢是 呃 就是 美国大法府最高的一层楼 大家看到这个 现在的夜景 这个呢 这个夜景呢 就好像我就看到了我自己 啊 看到我自己 这个这个 末到商局晚呢 微霞上满天 夕阳无限好啊 只是近黄昏呢 我这个年龄呢 已经到了七十岁了 年过古稀了 啊 所以剩下的时间呢 也是上帝 离我离上帝啊 也不算太远了 我看到这样的一个夜景呢 就一片 暗淡了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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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这个 这个 现在呢 天上飘着一些的 零星的小雨 那么就是 这个 这个 给我一些什么 启发呢 就是说我这个 就是我的心力啊 就是力不从心啊 只能我把心里的话呢 跟大家来说一说 啊 这是 我们在 在美国呢 就有这么 我在美国呢 十多年 就 这十多年呢 等于是我那个 给我上帝 给了我一个学习啊 美国法治和民主的一个机会 所以我在这里呢 能够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这个 这个概念啊 和我们大家自己能所做的事情 我们能改变 改变不了世界 但我们可以改变自己 啊 我们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我 确实是这样子的 我改变不了台湾人民啊 或者是台湾 大陆人民的一些 啊 关于这个两岸 和平统一的一些想法 我尽管是 已经为之呢 啊 已经做了四十五十年的这个时间了 我在生下来以后呢 当然 我是出生在台北那个东门町啊 这个这个 我在台湾呢 虽然只这个真正生活呢 就生活了三年啊 然后呢 就来到大陆啊 所以说呢 啊 台湾呢给了我一个生命啊 但是那个时候是已经 台湾已经光复了 已经是回到了那个叫中华民国的时代 啊 啊 虽然那个时候 嗯 我们在那个时间比较短 但是那个短暂的时间内呢 啊 给我这个身上打上了一个 啊 这个人生这个烙印吧 和大家一样 大家都有一个对台湾那个感情 对东华民国的一种感情 啊 这个 这个 对这个 日本的一种啊 这个殖民统治的一种啊 啊 应该说是怎么说呢 啊 说仇恨也好 是 一个一个 一个 一个一个 一个 一个 对对 对台湾人民的镇压也好 也好啊 啊 一个一个 一个 一段那个悲痛的历史也好 悲哀也好 啊 这个事情呢 历史总是在前进当中 我们 可以 啊 可以 这个 这个 对对 可以对这个 日本这个这个罪行呢 啊 有些人呢 可以的视而不见 但是我们不能忘记 这是一段耻辱和悲哀 同时呢 我们要想呢 啊 现在如何来面对将来的未来 为 中国人崛起也好 是跟世界人类共同体 融入世界共同体也好 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 凶环 话说 这些话呢 都是些废话 怎么说是废话呢 怎么来解决两岸 这个和平统一的问题啊 这是一个 我们大家 共同思考的一个问题 现在出了这么一道题 啊 怎么样子和平统一 而不是说怎么样的和平分裂 和平分裂肯定是不可以的啊 啊 这个和平分裂呢 肯定是行不同的 和平 现在呢 蔡英文的路线就叫和平分裂啊 和平分裂 和平维持现状 和平的啊 独立 这个呢 看来现在 从今天 这个2019年1月2号起 已经摊牌了 没有转环的余地 啊 台湾必须走向啊 这个统一 就是台湾 独立的话 现在因为现在是一种什么状态呢 现在是两岸 现在是一种战争状态 还是内战的状态 这就是美国话讲呢 南北战争叫Sivier War 那么 国共战争也叫Sivier War 现在 把这个Sivier War 进行到底 也是这个 也是这个 中国的内战 啊 是中华民国的内战 啊 是这个在 国际法 这个战争法允许下的一个内战 所以 现在呢 需不需要宣战呢 他当然要需要 啊 如果在那肯定会是有个说法 啊 可能经过这个宣战 或者 因为现在没有 就是说没有停止 战争还没有停止 那么说 再动发展肯定会有一个 讨伐战争 或者处理这个什么问题 啊 一个借口 这个借口 我这几天呢 就在研究这个借口 这个处于什么状态呢 处于一种啊 宣誓啊 宣誓啊 一种宣誓啊 一种宣誓上 宣誓中华人民共和国 是代表中华民国唯一合法的政府 是中华人民国代表中华民国现在进行史的一种 这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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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这种这种宣告 同时也是对 也是这么也是要执行 依照联合国法律 联合国宪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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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国制定的条约联合国制定的公布的27582决定 执行27582决定 全一块 啊 讨伐什么呢 分裂分子 分裂国家的分子 制造两个中国的分子 制造一边一国的一个分子 啊 所以呢 我这是没有其他的话说 因为我如果把这个文章写出来的话 那是那当然很多就就长了 现在呢 就跟大家来说这个事情 说的事情呢 可能会大家印象还会深刻一些 理解的会透彻一点 就是说2758号决定 啊 决一文 很多大家呢 啊 就是先人之诺诺呀 不如大海一人之诺诺呀 大海跟大家讲 马英九讲的那些话 是错误的 蔡英文讲的那些话 那个什么 不承认 你不承认中华民国宪法吗 你不 马英九你不承认中华民国宪法 不承认 两个国的27582决定吗 如果你要承认中华民国宪法 承认27582决定 那么你听我说 中华 承认时的代表 代表 代表中华民国的 合法地位 已经没有了 已经 已经 啊 终止了 1971年的时候 已经被 对 对 俄国 就是 这一点呢 我希望大家 两千三百万台湾人民 要清醒 但是这话 虽然不是这么说的 但是法律的文字 法律的解释权 就是这样解释的 这个解释的权 大家肯定听起来 有些悲哀 就是台湾人的悲哀 因为台湾不是一个国家 所以说悲哀呢 这个并不是 那叫台湾的悲哀 而是台湾没有成为一个国家的资格 合法资格 合法准备 从法律上来讲 中华民国宪法也没有规定台湾什么 是 代表全中华民国的 这个 国家主权的 这个位置 所以 所以说 要 要有自知之明 如果一个人呢 他不知道自己啊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的合法的 这个这个这个 合法的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 自己的定位 那么他 只能说 那个 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自己往那个墙上碰 往这个墙上碰 往这个墙上碰 是往什么墙上碰呢 往联合国这个 这个县章 联合国 联合国这个 那个 27582文件 那个县章上碰 碰的结果呢 大不应的这个 这个官司 同时呢 这个给台湾人民的生活呢 它就当然 生灵涂炭了 啊 这就是 一念之差 啊 就可以把台湾呢 啊 送入那个 这个这个这个 啊 战争的边缘 啊 一念之差 就会把台湾呢 这个人民呢 啊 这个这个推到这个 那个 这个这个推向那个 这个推向这个 这个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 战争的边缘 因为现在离战争的边缘 非常的近 所以那天晚上我睡不着觉 就是想了这个 我现在想了 啊 想通了 我还是要跟大家说真话 现在虽然啊 啊 马英九啊 朱立文啊 还有那个 这个这个这个 嗯 胡敦毅 还有这个 包括其他的 郝隆斌啊 其他的 等等吧 各路的英雄呢 都在啊 都在这个 想要讨 就讨伐 啊 啊 争取一个2020年的这个 这个台湾那个 地区领导人 但是这个 这个领导人 他是叫中华民国啊 代表中华民国的总统 他是啊 中华民国台湾省的 你可以叫总统也好 叫省唐也好 啊 是这个位置 中华民国的总统 要代表中华民国的所有的 啊 这个 这个 4万万 当时叫4万万 中华民国的公平 现在是14万 啊 中华民国的公平 对吧 那么你现在 你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华 中华民国也好 你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华民国的延续也好 这个问题呢 啊 这个问题呢 是由国际法来确定 他这个定位啊 不是我们 任何一个人说的 也不是中华人民共和习近平说的都算的 这个是由国际法来说的算的 这个我没有任何的要 因为我在 不在 我现在是在美国 是有 我是 我是按照 我们来 提出真理 我们说什么是真理 不要讲 啊 啊 不要我讲我是大陆人 还是中国台湾人的主持人 我就讲的是实话 这个点呢 这布什也 从老布什 就是1961年的时候 老布什就在谈论这个问题 到底是用新的新成员 新国 中华民国是 中华民国的新成员 还是继承国 还是继承国家 还是用什么方式 已经讨论了很久了 1961年就讨论到现在 老布什已经去世了 他其实就是我们特别发 给他发表了一篇 那个视频 视频 就是纪念他们 其实老师 这个已经做了 你认为这个 老布什已经被 讲到中国 这个事情 就像 就像这一中各表的事情 已经做了很多的努力了 但是行不空 所以说 现在马英九以为 现在九二共识就是一中各表 就是说 大陆是中华民国 不对 大陆不是新国家 不是另外一个新国家 就是中华民国 就是人民的中华民国 美国也是 别人批评也是人民的 国力经济和国 这个所以说 这个名称的问题 就像你把猫群叫做虫猫一样 这个名称 本质是一回事 法律定位 没有另外一个中国 国际法上 没有另外一个中国 所以说 大家应该 我们讲真话 就讲真理 对不对 真理就是告诉你 中华人民国 就是中华民国 所以一中同表 就是这个意思 我愿意用这个视频来讲 大家讲的就比较清晰 可能大家 对我这个事情 认为这个东西 不屑一顾 不愿意听 但是实际上 这个讲真话 天不会塌下来 对吧 我也不考虑 大家有多少人支持 有多少人点赞 但是大家心里 每一个看这个视频 每一个人收看这个视频 包括我们的孩子 将来 就是说 我死了以后 还有台湾人也好 台湾人也好 大陆人也好 美国的华人也好 谁其他 美国的华人也好 不能看到这个视频 也好 在2019年 2019年 1月8号 也就是说 在这个时候 在美国世界 晚上六点到时候 我在这里讲 讲的话 是不是真的 是不是 实际上 只有一个中国 这个中国的名字 还叫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 我国的名字 也叫民主其实 的中华民国 全民的中华民国 不管你中国 因为你毛股道顿上 它有个 就是有一个名称 大家呢 可能会这个名称 就像你注册的一个 注册公司 注册这个中华民国一样 这个注册的名称 没有变 这个公司的名称 没有变 但是代表前法人 政府变了 这个政府从哪里变的 从1971年 10月25号 这个联合国 26届联大 决议会已经改变了 就是说 过去的 今天是蒋介石的代表 可以带上中华民国 但是还有一点好发现 但是后来 就没有好发现了 意思偶尔 就说 蒋介石的代表 已经没有资格 再在国际上 代表中华民国了 也就是说 他代表的就是 东华民国的一个省 这个权力呢 这个权势呢 是联合国国际法的权势 现在联合国的 昨天我看到一个官员 他就给我帖子里面写了一些关注 他认为我讲得很对 很对的话 这就是 我也说 我感觉到一方面感觉到心内 一方面我告诉大家 这个话呢 不是我大同一个人在这说的 是按照联合国的文献 联合国的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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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说的 这个人 这个官司 这个大同国际 联合国的国际法院上 也是这么说的 我们一般的人 可以改变 你可以改变你的选票 你选谁选人 这个民意如流水啊 但是你改变不了联合国的主义文 所以说 我们可以改变自己 你能改变的 只是你改变自己 你顺 时代潮流 世界潮流 浩浩荡荡 顺其者昌 逆之者黄 所以说 我们现在 谢谢大家 有人在这点我这个东西 我这个讲的呢 我讲的这些道理呢 你们可以听 你经得住时间的考验 经得住社会实践的检验 才叫真理 所以现在大家 听 这叫大海全面的 黄正顿两个说都要一话 所以说 我大概差不多说了 我 这个话 希望大家 记住 这个大海全面 是出口破心的 所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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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下的 黄主声 来说 我们可以改变自己 不能够改变联合国的现状 我通过的结议 1971年到现在了 历建政府没有执行 这是历建政府 做回 还是因为国家 国家 不够了 但是现在 国家的国家 现在已经达到了 客户力 或者其他方式 来解决问题了 而且可以说 这个不是洗脑 这个是执行国家的目的 因为现在是对待战状态 所以说 在这个问题 对待战状态的情况下呢 因此 要使用 明天就达成 狗狗的信息 或者有一点 这个动作 就是这个 狗狗狗狗 现在不用 不用 甚至说 不用狗狗狗 只要 狗狗狗狗 现在还准备 今天发动在 这个狗狗狗 70年前 1945年 2月份 就发出了一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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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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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那个 长江 那个 长江沿线 就发起了 一个 中人的一个 谈判就破裂了 现在呢 这次呢 因为 一到二到 西京 西京又发出了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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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告台湾同胞说 也就是说一个 和平统一 一国两制 还是 邓小平的话 你要想和平统一 就是一国两制 台湾就是中华民国的一个省 没有资格代表 台湾没有资格代表中华民国 这是联合国宪章的 人和国二十七大 中国国二十八二十七大 这个 判全数 所以说大家呢 要有 知识之明 要针得起来 就快点 现在的 就让靠也好 你 就相当于中国的一个省 现在 一个省呢 都一个 东西产生也好 人靠也好 都要靠 所以说你 不要拔着头部 想要离开地球 这是我说的一句 不好听的话 但是是实话 实话 中间逆耳啊 所以说呢 一九四九年的 呃 四月 这个 这个 毛泽东呢 代表这个 发展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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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查了这段 历史 这是中国的历史感触 和中国的相像啊 这个 现在十五月份 6月2号 啊 现在 渡江侦察警 渡江只要追战 那么 将来这会有 不合作战 真理永远在大 的社会上 你现在 台湾在大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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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大 不是中国 不是去砍 啊 但是 去清理别的国家 中国是 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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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 这个 美国也没有全力干涉 自己也没有全力干涉 但是 他执行联合国的 决定 五八二决议 所以说 这叫 天津 天津 美严 这就危险 但是 台湾人呢 就是 你 是没有去 你要想装 那个 那个 蔡英文叫叫装睡 装睡的人 装死的人 是叫不醒的呀 啊 蔡英文能能能能叫醒吗 休想 啊 幸福不死 卢难未平啊 那么就是说 台湾人呢 要看清的这个 如果一旦宣布 这段一旦宣布这个问题 大家那个说法就绝对决心了 但是我现在就告诉大家 这个地方就是 现在外面的雨很大 现在在下雨了 啊 我知道 我讲的那句话 我听的是风雨的考验 现在外面的雨很大 我就 我就进去了 我就不说了 啊 在这种情况下 大家 有什么想法 有什么不同的意见 都可以 都可以看 都可以 发表出来 但是我呢 把的话说出来 打开窗子 现在是打开 就是打开窗子 说亮话 就跟大家呢 就谈在这里 啊 今天呢 我就 这是我们这个 这个顶楼了 我就在这里 好 看一看我们这个顶楼 好 好了 哎 这个人呢 就是有的时候 下雨了 都下 行啊 中年逆耳啊 就 就这样子了 下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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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雨了